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有感覺 歡迎來到夏日文旅第三集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的永康街 聽說這邊是一條賣很多冰的街 是的 今天我們要來個夏日冰品大比拼 等一下我們會各挑一家芒果冰 推薦給大家 我勝算很大 而且我們要找一個女神來當我們的評審 對 評審 她很公正 等一下輸的人 要在街上做一件很丟臉的事 對 我們拭目以待 來去第一家 一定不會是我啦 GO 哈囉 歡迎進盤 太陽好 今天非常開心的 有兩個 今天來當評審 我們今天來比 夏日冰品大比賽 這是我推薦的 這個看起來像一座山對不對 這個形狀很奇怪 我剛剛有覺得形狀很妙 就不知道要從哪裡來吃 你知道嗎 這叫黑布麗珊 它有芝麻口味的 你怎麼會推薦她 因為我覺得芝麻很酷 適合我媽媽吃 不是我們疑問是要從哪裡來吃 我覺得可以先吃這個 好像這個 對對對 然後我們請評審先吃一下 然後他會吃一下 然後給我幫你倒掉一下 沒關係 然後小心 這個感覺好像裡面都是可以吃 嗯 我們來吃一下 很濃烈的感覺 喔 你真的好 可以畫 哈哈 來吃一下 不合 不合 平鮮不合 那好像有加杏仁 真的喔 喔 除了芝麻還有一點香香的杏仁 有些合夥的味道 我覺得它 我覺得如果是像這種 像這個狀態這個是冰淇淋 它這個雖然是冰淇淋 可是它有特別來的 喔 所以有這種感覺 感覺就是自己做的 對啊 對 你可以含了很多芝麻 我可以吃嗎 沒有你吃的味道好 我拍這個節目好開心 你可以點吃東西 我拍這個節目好開心 你可以點吃東西 其實這個 甜很好 就很像一個東西 芝麻湯圓 芝麻湯圓 很濃郁的 芝麻湯圓很好吃 我覺得我身上很強 推薦誰推薦 我推薦 我推薦 可是我剛剛看見畢業 其實我比較有興趣 比較有興趣 人差 人差我的那一家里面是 我這是養生無限的 是不是在評分 平常玩的 滿分是十個伯伯 不過這個冰湖整體 一給一金 對 十個伯伯 六個 六個 很高的耶 你最喜歡它 什麼那一點 你說這個冰嗎 對為什麼給六個 其中一點把它 列入那個養生 因為它剛剛有提到養生 養生 老師很驚訝 因為我這個人 比較喜歡吃的 我發現這邊有花生 我們都沒吃到 為了給觀眾看都沒吃到 那我們現在就慢慢喊 第一道 裴肥推薦的 總共得到 六個裴肥的高分 等一下期待下一站 我一定贏 我覺得我會贏 我一定會贏 水果類的我覺得OK 這那麼特別 芝麻口味的冰耶 我根本沒看過 而且它就是 擺盤很文青 形象很文青好嗎 你自己講的形式傻眼 好 那我要慢慢享用了 好 下一站見 第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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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站這一間換我推薦的芒果 哇這個我先賣相就已經頂了 糟糕了 顏色 顏料色 這不是我最愛的芒果冰嗎 而且有三個顏色 草莓喔 然後還有奇異果 它是走浮誇路線 我要走就是養 我除了養生之外還就是牽來 我覺得它首先這個醬 丟上去 丟上去就已經 丟上去就已經一些銀杆 因為它這個其實味道好像蠻淡的 但是如果是養生清淡的 那這種就是 這種是適合我們這種年輕人 它有煉乳有煉乳 我喜歡奶味的很愛 它還有那個芒果醬加煉乳 欸這碗是煉乳 你知道有些人他們吃那個奇異果 不知道它是嗎 這碗是肥一點的 它很天然的鞋 對啦 天然的鞋 這個真的好像是有彈的 我要 我可以直接打得錯 我覺得有包 百分之十個鞋 這一道 零雜幾個鞋 我要打九點二 這個真的很好吃欸 我覺得我 你知道嗎 今天的比賽有懲罰欸 這個大鞋 沒有什麼好漸補 我真的有多想 我很好吃 我不行我要繼續吃 你們大家在吃 加油 我好愛吃芒果冰 我好愛吃芒果冰 好丟臉喔 走啦回家啦啦 不要拍了 回家 吃好飽喔 今天的夏日為旅 就推薦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覺得鋼的芒果冰 很好吃 一定要去吃 鋼有沒有覺得我很丟臉 我剛剛有沒有覺得評審 要要要 評審自Q 好 那12月9號 太平洋自行車也有舉辦一個 城市探秘的活動 那它有兩個路線 也邀請大家 可以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探索台北的每一個角落喔 如果你們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推薦給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見 拜拜 在這邊 拿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